独龙江 孔明光一家2009年 从山上的茅草棚里搬下来 住进了江边的移民新村 以前我们独龙族住在山上 打猎为生 或者都很好中的生活 有时候老人们会回忆起 自己从前在山上的日子 孩子们是在移民新村里出生的 只能从歌声里隐约感受到 前辈生活的困苦 搬到山下以后 孔明光当上了生态护林园 每个月有800元的工资 足以维持一家人的温望 2013年当地政府又为他们引进了草果种植 草果的种子是一种香料 兼具药用和食用功能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每年的五月到九月 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遭遇了高黎贡山的阻挡 带来了瓢泼大雨 独容江两岸经历着漫长的雨季 潮湿温暖的气候下 山坡上的杂草蜂涨 草果地变成了杂草的海洋中的一个个孤岛 需要经常除草才能维持草果的生长 难得有两三天不下雨的日子 孔明光盘算着又该上山除草了 不料却接着通知 晚上要去村部商量寻山的事情 孔明光的心情陷入了不安之中 他知道他又要爱老婆数落了 种植草果的收入加上其他经营的收入 一起当护林员的工资要翻了十倍以上 妻子曾经要他放弃护林员的工作 但孔明光并不乐意 这次寻山又要占用仅有的两个晴天 无法为地里除草了 我们这边独地是处处备备 我们寻山的地方 我们有责任保护好这边打伤 他们寻山的范围是沿独龙江公路 大约四五十公里的核心保护区 两边都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 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起少数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在林子里张网补鸟 现在我们就把它收下来 寻山的目的是重要保护生态环境 管制有人得力偷药材 因为这里高景松眠边境 防止有人得度 原始森林里到处潜伏着看不见的凶险 他跟我在脚那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咬的 根本是被马黄遮了 寻山路上有时会遇到毒蛇和马黄的袭击 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 连日暴雨导致山坡松垮 泥石流和滑坡更是他们寻山时需要面对的致命凶险 每次寻山需要花费的时间大约是两到三天 晚上他们就住在山上 垃圾石流和且维 companions 超假意的 远处的山脚下 独龙江边上 就是他们守护的孩子和家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